这大概是独属于吕布的浪漫 人中吕布马中赤土 放天化及砖统一副 他原本是五元郡九元线人 因其勇武过人 遂被冰州刺史丁元看中收尾义子 由于反对董卓废旧立新扶持陈流王为敌 他跟随一副丁元来到络绎与董卓火兵 而这也是他的首秀 董卓手下大将在他手中皆是一和之敌 败退回赢的董卓痛恨自己 为何没有像他这样的猛将 如果由此猛将废就立新何须再看他人脸色 人群中李肃觉得这是自己升职加薪的良机 于是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只用一匹赤土马就能劝降吕布 对于一个武将来说有三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 那就是武器战甲和坐骑 看着日行千里踏浪无痕的赤土吕布一下子心动了 热情邀请李肃到军中小酌一杯 交谈中他得知李肃已经是虎奔中狼将 而他还是一名小小的行军主不实 羡慕极度恨的表情直接挂在脸上 随后在李肃的一番忽悠下 他心斥神网决定投奔董卓 能有此想法也无可厚非 毕竟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自己动手他的丁缘 次日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首提一副拜见一副董卓以为他是来投诚的没想到却是来认清的 就在两人皆大欢喜之时他们却忘了一个人的功劳 而这个人也是董卓后来覆灭关键一环 不久后袁绍率领十八路诸侯前来讨伐董卓 他往虎奴关前一战一副当官万夫莫开 打得十八路诸侯无一人敢出战 张飞跟他打了五十个回合后被一枪挑落张罢神茅 发现张飞有危险关于不将武的冲进战场 他未曾休息又跟两人斗了三十多个回合 眼看两人迟迟拿不下吕布刘备策马也加入战场 在三人的围攻下他续晃一枪讨回古老关 虽然他仓皇而逃可却没人觉得这是耻辱 相反从此以后还让吕布这个名字成为一个形容词 兵败后他跟随董卓来到了长安 机缘巧合下他遇到了美若天仙的貂蝉 只此一眼他便深深坠入爱河无法自拔 然而他却不知道这是王允的美人戒 王允将他邀请到家中做客 席间王允和貂蝉一唱一和将他迷得神魂颠倒 眼看他已经上钩王允主动表示愿意将貂蝉许配给他 一听说王允要把貂蝉许配给自己 他双手一拍大腿当即起身要拜王允为衣服 如此危险的职业王允连忙拒绝 几天后出差而归的他听说王允将貂蝉又送给了董卓 气急败坏的他连夜找到王允质问他为何要戏耍自己 王允一脸无辜表示他错怪自己了 是他董卓不请自来声称要先替你把把关 日后选择良辰吉日就让你们难婚 原来如此 次日他一大早便来到丞相府想要接貂蝉回家 他一脸喜气洋洋询问侍女董卓在哪里 可侍女的回答让他瞬间亚麻呆住 哪个新人 哦 换作貂蝉 不久后他借董卓跟大臣谈事的空档 偷偷溜回相府想和貂蝉再去前缘 貂蝉将其约到凤一亭后一酷二闹三上吊 让他煽然泪下伤心欲绝 情到深处一场鲲子交流会自然是在所难免 然而就在此时董卓突然下班回家 自己扔向吕布 至此两人之间的父子情分基本上走到尽头 随后在王允的挑拨下 他怒火攻心决定再次灭吧 随后两人又找到了李肃 李肃本以为自己为董卓找了个好道会生之加刑 怎料事后董卓却将他望得一干二净因此怀恨在心 如今杀董卓他可以名利双收和乐而不为 随后由李肃前往梅雾 以汉县帝善让的理由将董卓偏回来 而吕布和王允则轻缴董卓留在长安内的心腹 就在董卓即将登上寿善太黄袍加身的时候 王允突然站了出来 反贼至此 无视何在 我爱奉行何在啊 他因诛杀董卓有功被封为温侯并得到美女貂产 至此他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久后由于王允操作不当知识里却拨死盘乱 王允跳楼以死命之而他则带领家眷四处奔波 他先后投奔袁淑袁绍张扬 奈何都被其砖捅衣服的壮举拒之门外 阴差阳错之下他认识了同样身处低谷气的陈宫 两颗孤独的灵魂一派即合 他们先是偷袭了眼周 接着又在浦阳之战中大败曹操 然而两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被曹操打败后他听从陈宫的建议 投奔刚得到徐州的刘备最后在小佩落脚 期间他又娶了徐州曹豹的女儿为妻 这天夜里曹豹被张飞家暴后 随即给吕布写信让他趁机夺取徐州 在两人里应外合下徐州改姓名 经过上一次失败后 他深知警听自己很难守住徐州 于是听从陈宫的建议将刚被袁术打败的刘备 招揽到小佩组成脊脚之士应对曹操的进攻 可他没有等来曹操反倒等来袁术的20万户小米 原来袁术早已对徐州垂涎三尺 他听从谋士的建议先用20万户小米收买吕布 让他保持终利 随后派遣大将几零前去攻打小佩 只要先除掉刘备就能轻而易举拿下徐州 他深知袁术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可他既不想失去刘备又不想归还袁术的粮草 绞尽脑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原门设计 总是叛变的人看谁都觉得会背叛他 所以他时刻都监视着刘备 这天张辽告诉他自己奉命买的300匹战马全被张飞抢走 听到这里他怒不可遏直接率兵将小佩围的水泄不通 刘备破于无奈止地投奔曹操 而曹操为了专心与袁绍对异决定先铲除他这个毒 至此他凭借一己之力得罪完周围的所有人 面对曹操的二十万大军 他兵分三路一路由陈公把守小佩 一路由张辽高顺驻守小佩 而他自己则带领陈登镇守徐州随时支援 本来劳不可摧的几角之势却被陈登轻而易举的挂解 一天之内不打一枪一炮 消关小佩徐州全部一准 如此巨大的落差让他从此为敏不振 再也没了往日的雄字阴法 整日借酒消愁沉迷于声色拳马之中 多日的内耗让他变得古兽如柴伯父当年有 看着镜子中拉里拉他的自己他如梦初醒 传我敬礼 此今日起 城中但有饮酒者 斩 然而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众将对他自暴自弃的态度早已心生怨恨 侯承献酒一事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宋贤威旭两人趁他靠在柱子上休息之时将其五花大绑 白门楼上为了狗活一命 他再次顾忌重施想要拜曹操为衣服 曹操没有急于回答而是转头看向一旁的刘备 功不见 丁元 董卓之士乎 至此三国第一猛将也迎来了他最终的结局 来人 拉下去一死 而后消首